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副甲可以算得上是昆虫中最为神奇的物种之一了 甚至这类物种的起源是对进化论的一种挑战 昆虫为了能够在自然界中生存 演化出了迥异的生存策略 常见的防御手段有物理防御 行为防御 和化学防御 切副甲喷出的液体是属于化学防御的一种 相比于其他昆虫的化学防御手段 切副甲却采用了一种更为猛烈和先进的防御方式 对于昆虫来说就像释放了一个炮弹一样 所以才有了炮不甲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在热成像下清楚地观察到 它喷出的液体的瞬间高温 当切副甲在受到危险的时候 它们就会拿出这个武器喷射高温液体来抵御危险 使得敌人逃跑 并且这个喷射可不是随意卵喷 它可以精准控制方向 瞧它们的尾部 正在对准目标呢 那么这种炮弹一样的防御手段 是如何实现的呢 切副甲就像一个移动的火药桶 在它的身体里面有两个线体 我们称它们为储液囊 里面都存有对半二分和过氧化氢 当遇到危险的时候 里面的液体就会流向另一个腔体 我们称它为反应室 在反应室内煤的作用下 发生剧烈反应 这种剧烈反应 还是一个强烈放热的反应 瞬间产生的高温高压 将反应生成的液体气化 打开阀门 喷出体外 它们喷射出来的液体 就是已经反应完成后 雾化的液体 这种雾化状态 也可以让气部甲 能够更好的覆盖目标 在早期的研究中 人们认为 对半二分过氧化氢 是分别存在于不同腺体内的 因为这两种物质本身混合在一起 就会发生缓慢的化学变化 但是目前科学家发现 左右腺体储存的液体 竟然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们一开始就是混合在一起的 那么气部甲 是如何抑制这两种物质 在体内发生反应的 还等待我们去探索 在气部甲喷生液体的过程中 我们有时候可以听到 呲的一声 我们用麦克风 记录下了这个声音 然后用音频软件 分析后可以看到 这个声音 是由多个脉虫组成的 通过高速相机 拍摄单次喷射过程中 我们也可以发现 我们肉眼看到的气部甲 喷射了一次 其实是多次喷射合一的 但是喷射速度太快了 所以在我们看来 就只是喷射了一次 这种防御机制 虽然粗暴高效 但并不是无限的 当气部甲喷射十余次后 就会带劲 需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才能够恢复原有的水平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 探寻城市的精灵 寻觅丛林的故事 那就点赞 关注和收藏吧 这里是TIC 蜜剑丛林频道